回来之后我问一下亮哥 这个习近平主席率领了豪华天团 400位商界代表到秘鲁进行了国时访问 当主要是参加IPAC领袖会 那他也出席了这个秘鲁总统欢迎仪式 共同为中国建造的前凯港开港 但是因为安全的原因 所以他不是亲自到场 那这是一个视讯连线 那他入住的饭店也是保密到家 大陆外交部11月14号也发布了 习近平在秘鲁人报的庶民文章 说要是前凯港标题很吸睛 从前凯到上海 成为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的繁荣之路 讲到这个治安问题 你看到这个巴西也是 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去巴西参加G20 那巴西的首都最高法院 最近连环报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 大家知道中南美洲有时候 这个治安相当的不太平 所以习近平去完秘鲁 马上要去巴西 那前凯港呢 大家知道这个重要性 是秘鲁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 中国跟中国帮忙建的 然后它将会成为拉丁美洲的 这个枢纽港 那这个部分特别是让美国 美国写了很多篇的文章 认为美国会被边缘化 不过这美国要怪自己啦 因为整个拉美的贸易 美国就是贸易量越来越低嘛 那中国早就远远超过美国了 那前凯港为什么会受注意啊 这可能是中国大陆在海外 它占股权是占百分之六十 经营权是全部 应该就是最大的一个港 一定会比这个希腊 还有巴基斯坦那个港 要更大比亚点那港 那未来就是 它还要搭配那个两阳铁路 那两阳铁路不是一下就会盖好 可是它就是往巴西的方向盖嘛 所以盖到哪里巴西的货也开始从这边出来 所以最终如果真的盖到巴西的对岸 开通了这个大西洋 那第一个受重创的就是巴拉玛 这个你几乎可以想象 那这个当然对美国的 因为巴拉玛就是美国控制的嘛 这有重大的意义啦 然后事实上这个 比如这个总统 刚好跟小弟擦肩而过 对 介绍一下 我去那个深圳 去参观比亚迪嘛 他就在我前一天 是哦 对 所以我去了时候他们都跟我讲 那后来就传出了一些消息 说他非常诚心的 邀请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去秘鲁投资人 那不一定是全车啦 因为那个地方有铃矿 所以电池业也有兴趣 那习近平这次事实上是带了 400个企业家里面包括基础建设的 还有技术投资的 那我认为一定有车界的人 一定有 而且他直接跟大陆表达了一个承诺 这个女总统 他说你只要愿意到我们秘鲁 投资电动车的相关的东西 我就让大陆的电动车 直接进口秘鲁不瞌睡 很便宜 不瞌睡 所以讲他这个都算过 我跟你讲这个总统真的有算过 因为秘鲁的人均GDP是8000美元左右 刚好就是中国的价格 他负担得起 美国的电动车或者汽车 在南美洲的均价大概是25000 对他们来讲太高了 巴西的人均GDP是1万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如果成真 我们且不要说不磕税 就磕很低的税 那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对 对不对 那这个我认为乘鲁的机会蛮大的 因为中国大陆真的非常重视前开港 他就是未来他要打通 就是南美洲到这个中国 会省掉很多天 尤其是在巴西另外那一端的 那因为巴西蛮大的 那他只要开始打进去 两阳铁路开始兴建 那巴西的货就被吸过来 那还有周边智利乌拉圭 然后他们本来就有一个 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 对 他要直接用共同市场的名义 跟中国大陆直接签FTA 那里面有一个国家被包在里面 那个国家叫巴拉圭 巴拉圭有邦交 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的邦交会有危机 因为巴西就跟他讲 我们要签FTA 那你如果没有跟大陆建交 你恐怕享受不到好处 所以巴拉圭恐怕就会受到这个压力 所以这个联动起来 其实跟台湾是有关的 那因为周边几个国家 智利跟乌拉圭本来就跟中国关系很深 非常深 所以现在等于是巴西 秘鲁都要进来 那就巴拉圭悬在外面 就这样 所以我估计 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就是要努力的来经营南美洲 那事实上它的贸易量 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 那现在因为南美洲 历史上一直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矿产跟农产品运费太贵 那卖不到别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一直 因为就是一直美国嘛 那美国就不让你发展 比较好的工业了 所以在这里 中国如果进去 然后那个工业制品跟它搭上 包括设厂投资 那恐怕他们跟美国就会越来越远 我觉得美国 非常清楚这个后果 门罗主义以后就失去物质基础 就变这样 好我们有这样图表 来就是刚刚亮哥讲的有没有 从这个贸易额来看 这个深色的是这个美国 那这个比较浅色的是中国大陆 所以从2000年到此刻为止 大家这个一目了然 你就会看到 所以再加上这个前凯港 当然很多从军事的角度来看 说这个中国的 未来会不会军进啊 也成为中国的一个 这个基地啊等等 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想象 不过当然对于南美洲国家来讲 改善经济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表格就显示了 在当地的贸易往来 那美国真的是差太多了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膚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抚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